我們省了超過百分之十 超過百分之十是什麼概念 你訂一千就省一百 訂一萬就省一千 欸你過來看一下這間超誇張 還七百多塊 看一下他的房間 好像還OK啊 蠻乾淨的啊 很簡單這種的 看起來OK啦 欸那早餐好誇張 烤肉是什麼回事 那個游泳池 好扯喔 你還在幹嘛 幫我訂啊 文綺訂啊 你訂了 你沒有收信嗎 我訂了啊 欸為什麼你不訂的價錢 你要低啊 為什麼你可以訂到六百多塊 想知道嗎 我教你啊 在開始之前 請記得先按讚儲存收藏 照三餐反覆複習 這樣子下次你在旅行的時候 就可以省下好幾千塊錢 沒有看這影片是你的損失 是人生的一大損失 呵呵 首先我們先用你習慣的電腦網站 你平常用Agoda 然後看你剛剛找的飯店 Ordinary 好找到了 然後13號到15號 兩個人 搜尋 看到價格是818 因為我們習慣性都是看台稅價 確實818已經是非常不錯的價格 挺誘人的 我知道有些人會利用返利網 像是Shotback 或者是一些國外的返利網站 但其實返利網很多時候 他都會把價格先往上抬 再扣回來 運氣好的時候可以降低一點點 如果運氣不好的話 甚至是沒有比較平 而且再加上返利他需要時間 例如他要在退房以後的60元 才撥間諜的返利的賬戶 返利的賬戶要累積超過1000元 然後你才能提理 算算起來至少半年一年去了 你才連得到這筆錢 我真的覺得還滿麻煩的 對是很麻煩 可是有些人他就是習慣一直用 所以每個月都有錢進來 他就慢慢都會回來 但是 重要的就是這個但是 好我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首先我們先打開Shotback 然後使用Agoda 可以看到 Agoda的返利是6% 好我們再跳進Agoda 利用Shotback連進Agoda以後呢 他會 價格有可能會不一樣 先來找找看 Hotel Odena 我們現在乍看之下比較便宜對不對 但其實是因為 我這個是從Shotback連進來 現在看到的價格其實是未稅 你不要看到這個就很興奮 因為平常我們是看含稅價格 所以含稅價格是多少 我們把這邊改成含稅以後 891 變比較貴 對 剛剛是多少 剛剛是818 欸 所以你看 891塊錢 是包含的稅金跟服務費 泰國的稅金7%付費 反正總共是17% 所以你要扣掉以後 他再返利你6% 等於是你還可以返利 差不多 將近50塊錢 你看891返利你50塊錢以後 有比818便宜嗎 沒有 所以這是 這是數字的技巧啊 如果你已經習慣使用返利網站 返利網連進來以後的價格 你沒有去比較未返利之前 你有可能就吃虧了 而且還沒有算上說返利需要時間 你看我點進來891塊 按下預訂 最後實際的價格 兩個晚上1780 可是如果是我們剛剛的818 最後實際價格是1636 所以你透過Shotpack 其實沒有比較便宜 那當然你運氣好的時候 有可能會比較便宜 但有很多時候不會 尤其是便宜的飯店 一切都是要看運氣 那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的 不是返利網站 我現在講的是說 有很多的訂房網站 像是booking hotels.com agoda priceline 這些 除了這些訂房網站之外 其實還有所謂的 比價網 比價網就像是hotels combine 他們就是會把所有的 訂房網站的資訊集合起來 那因為這些訂房網站 本身他們就經常在外面打廣告 他們希望你透過他的平台去訂房 他們才有錢賺 所以agoda也會到處打廣告 所以為什麼Shotpack可以退你6派 因為agoda本身 支付的廣告費就超過6% 所以他其實還是有賺就對了 我不曉得他實際支付的廣告費是多少 但肯定是6%以上 就算是剛剛好6% Shotpack還賺到了錢 暫期在他那裡的歷史 那如果是8%甚至10%的話 他就還有中間的4%或者2%的價差 他可以賺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訂才會貼 這些比價網站 也有可能把錢退給你 而他退的方式不像返利網 是透過累積在體力 而是他直接還給你 所以我就來示範一次 雖然我剛剛提的hotels combine 但我最近發現 其實透過google本身就非常好用 他有他賺錢的模式 但他在這塊上面 願意把錢退給你們 好舉例來說 我們一樣是用這個Hotel Ordinary 所以我直接在google上面搜尋 Hotel Ordinary Bank Go 我從google頁面或是google地圖都可以 google頁面右邊就可以看到 確定這間飯店 然後這邊可以選日期 13到15一樣的日期 因為好像看到只有這些對不對 就是上面就有一個廣告 所以google本身的獲利 就是廣告來源 我們看其他的所有選項 卡住了 google今天反應比較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Tribent Advisor 有提供682塊的價錢 很便宜啊 我記得Agoda是690 他卡住了不管 沒關係我們從Tribent Advisor連進去 為什麼我願意從這樣連呢 因為Tribent Advisor本身沒有訂房服務的 所以他肯定也是再連結一次 所以你看我們連進了Tribent Advisor之後 他寫booking 931 比較貴 對 但是你看這個價格是因為booking 在這邊花了很多廣告 那把它放很大 但注意看這個角落 哪個角落 Agoda 好扯喔 但這是未睡價 我們點進去看 從Tribent Advisor連回Agoda是多少錢 682耶 含稅682 我們剛剛原本看多少 818 818 現在多少 682 超扯喔 等於是說 一間820塊的酒店 我們又再多省了130幾塊 等於說我們省了超過10% 超過10%是什麼概念 你訂1000就省100 訂10000就省1000 反應反應多少 這超過10%耶 來 不要覺得不可思議 我們就點進去看 太能獲得多少價格 682 沒有錯 我們按下預訂 看是不是騙人的 剛剛的總價1636 Shareback的總價1780 就算他現金回饋給你 也沒有比較便宜 現金回饋要先扣掉稅金和服務費 然後才會回饋你6% 所以怎麼樣你都不會賺 那沒關係 透過小夥伴的方式訂房 你能訂到多少錢呢 1364 因為我們是訂兩個晚上 所以價差變成兩倍 每一晚你都省100多 所以你才會覺得說 怎麼會差這麼多 剛剛1600 現在1300 這價格就是最便宜的了 因為Agoda到處打廣告 誰願意把錢退給你最多 他就會限制在上面 Google的功能是搜尋 他會到處去搜尋 去比 有的人他願意退的錢 甚至比Google還多 他也會搜尋出來 哦 就好像Google不是絕對的 但是Google只是其中一個比較好用的 有可能有些公司會 完全把利益退給你 為了目的只是宣傳 或者是他剛好有檔期 什麼叫檔期 就是我這兩個月 或我這一個月虧本 我的目的就是宣傳 讓你喜歡利用我 就好像為什麼你喜歡用Agoda 因為習慣了 所以你就習慣用Agoda 有可能因為你的這個習慣 而未來你從Agoda訂到比較貴的飯店 剛剛是從Triple Advisor連過去 那為什麼Triple Advisor需要提供你這樣的東西 他希望你在這個旅遊網站 可以獲得一戰式的服務 包括訂房 他本身雖然沒有訂房業務 但他接收了很多訂房網站的廣告 所以他在把這個錢退給你 讓你吸你過來訂就對了 讓你告訴你說 你在這邊找旅遊資訊的同時 直接訂房就對了 你會發現拐個彎 比直接找Agoda訂更便宜 最後的價格就是這樣子 好啦 密集都已經交給你們了 就是這樣子囉 滿滿的乾貨 記得收藏儲存 照三餐複習 下次訂房的時候 記得想到 感謝小夥伴 就是這樣 全世界都在跟Shotback業配 我們以後一定接不到了 呵呵呵 請幫我多看兩次好嗎 拜託了 廣告看好看滿啊 我接不到業配 廣告欄位 呵呵呵 A few minutes later 欸為什麼你知道怎麼訂 你是不是超國外的那種網站 因為你機場在網路上搜尋的話 你就會找到一些比較便宜的方法 不對啊 那為什麼大家都用Shotback 因為你可以從Shotback獲得一些好處啊 像是我推廣你使用Shotback 像我下面附上的連結 你就可以透過Shotback 拿到狗麻糬 再利用狗麻糬買漢堡王的票券 我每吃一個漢堡王套餐 你就可以獲得四塊的回饋 好啊 大家記得用下面我有連結喔 呵呵 推薦嘛